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说过太多次了 圣行人的目的 愿望无非是希望一切众生 相亲相爱 和睦相处 可是一切众生足了眼 果报不相同 这些差别从哪里来的呢 是从他过去 现前的阴形不相同 所以从果上我们能看到阴 从阴上能看到果 这个人就有智慧 这一桩事情要真正达到目的 政治做不到 所以释迦牟尼弗以王子的身份 政治可以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他可以做过往 他知道政治打不到 武力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我们在经典看到释迦牟尼弗年轻的时候 武艺高强 他可以做将军 可以做统帅 他放弃了 他放弃了 他知道这个事情无力达不到 现在人讲经济 讲科学技术 统统走到 唯一的方法能够收到好效果的只有教育 所以释迦牟尼弗选择社会教育这个工作 一生 一心一意 来从事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工作 释迦牟尼弗是这么一个人 我们要认清楚 他的雄心大致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历苦的路 相亲相爱 鸿木相处 他选择这个工作 今天在现场 许许多多的老师们都是从事与教育工作者 这个工作非常伟大 今天世界上认识他的人太少了 所以我听到有些同学告诉我 现在老师不好做 学生不好教 这个问题我曾经也谈过 现在师倒是爱了 可以说已经没有了 孝道没有了 孝道没有了 孝道当然就没有了 因为师倒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人不知道孝亲怎么会真顺势 这不可能的事情 古时候一个好的弟子 是要父母跟老师密切合作 才把这个幼苗培植起来 使他将来成为社会动量之财 我记得我自己大概是在七八岁的时候 第一次上学 那个时候还是私塾 不是学校 私塾设在一个祠堂里面 一个老师教大个二十几个学生 我父亲带着礼物供养老师 在他那个大堂 那个大堂就是祠堂里面的大殿 当中供养 供哲至圣仙司 孔老父子的神位 我们先 父母 这个父亲带着我 父亲在前面 我跟在后面 也向老师行三跪九寇手的礼物 然后奉上礼物 把小孩交给老师 家长对老师 家长对老师这样尊重 老师要不能把小孩叫好 怎么对得起家长 这个礼物供养老师 这个礼物供养老师 这个礼物供养老师现在没有了 我在台中 李老师曾经开了一个班 内定研究班 内定研究班 这个班上八个学生 他自己是这个班上负责人 请了五个老师 我也是其中之一 开学生了一天 李老师代表家长 代表学生家长 给我们这些做老师的 顶礼三百 这家长不懂 李老师代表家长 我们不敢接受 不敢接受也不行 一叫奉行 他叫我们端端正正坐在那 好 只好坐在那让他拜三拜 受这种隆重的礼遇 要不能认真教训 那就是罪过 现在没有了 现在听说什么 老师 管教 学生 家长还要告状 所以 这个事件有极大灾难 要先起 这是什么呢 真是 宗教家所讲的 上天的惩罚 上帝的惩罚 我们在语言里面看到 他说 人家看到 将来在这世间上 许许多多人死去 七个月都埋葬不进 这个古报从哪里来的 不善的因 国家 在我们中国古时和古代 国家最重要的大司 就是教育 离记 是我们中国古老的教育指导方针 里面很清楚很明白的写着 见过军民 教学为先 建立国家 统治这个国家 领导老百姓 什么最重要的 教学 一个家庭也是如此 家庭里面什么最重要 教学最重要 人 如果不能接受圣贤教育 实实在在讲 跟禽兽有什么差别 比禽兽还狠还要多 狮子老虎 大家看到 吃饱之后 跟小动物相安无私 这个小动物在他周边走来走去 他理都不理 人不一样 不吃也要杀他 所以人一定要接受教育 要接受教育 那么在现前这个时代 能接受的要尽心尽力教导他 不能接受的 那没有法子 我们也少找麻烦 儒家的教学目的 是叫人做圣做邪 佛家教学的目的 是叫你做佛做菩萨 佛家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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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识至宗 实在讲 就是三桩四起 第一桩四起 叫人断卧修善 第二桩 第二桩 叫人破迷开悟 第三 叫人转凡成圣 什么叫圣 圣 明了宇宇宇宙人生的真相 通达 英元国报的四里 圣 这个人就叫圣 圣 圣 跟印度佛这个意思 完全相同 意思完全相同 圣 佛是个觉悟的人 圣是个明白的人 明白就是觉悟 觉悟就是明白 宇宇宙人生的四里 太深了 太广了 不是学得的 学不到的 学你一生所学的有限 要怎么样才能得到呢 要悟的 所以 世出世间的教学 都着重在开悟 不仅仅是佛家讲要开悟 儒家教学也讲开悟 这不悟怎么行呢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开悟 烦恼覆盖 妄想分别职责使我们不能开悟 佛菩萨教给我们 放下妄想分别职责 就开悟了 放下一分就有一分的悟处 放下两分就有两分的悟处 这个东西是障碍嘛 这个东西是障碍嘛 觉悟是我们自信本具的智慧的能 不是外来的 为什么我们要坚固执执执执执 执执里头最严重的我知 有我就有私 有我就有欲望 私心是迷惑 欲望是罪业的根源 你造罪业的 佛教导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学佛的佛弟子 都要担负其社会教学的工作 这个很了不起 佛法要普度众生 要救苦救难 怎么救法 教学 出家 这就像社会上 在选择了这个行业 我们必须要有专业的精神 推动佛陀教育 佛陀教育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它不分种族 不分地区 不分宗教信仰 平等的教育 还得要自己一身作则 为社会广大群众做一个好榜样 特别是在华言经上 我们在华言经上看到 虚空发迹 行行类类 千差万别的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信仰 你看看佛 都能够圆满 教导他们 让他们 各个都能够破灭开物 各个都能够做圣 做行 并没有破坏他们的族群 并没有障碍他们的宗教信仰 也没有丝毫损坏他们的文化 只有帮助他们 更广泛的美化他们的生活 善导他们的文化 所以才成功 凭什么 真诚的心 佛家将菩提心 真心待忍 真诚借悟 中国老子也说 别人以善心对我 我以善心对人 别人以不善心对我 我还是以善心对人 别人信我 我信人 别人不信我 我还是信他 所以 圣贤人教导我 我们要有诚意 有善意 纯是爱人爱无之心 无私的不识 无条件的对一切众生 共准供养 诸如在佛经上 仔细观察 佛是不是这样做的 这是佛的行仪 这是佛的行仪 佛处是待人皆皆无的原则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学习 所以我们四中同修不仅仅是出家了 在家同修也要做 认真努力去做 才能挽救这个学会 要以身作词 我现在在中国 办了十个中学 我十个中学都叫慈光中学 你们从台湾来都知道 我在慈光图书馆住了十年 我在中国大陆见十个慈光中学 纪念李老师 学生报老师的人 我在贵州同仁 是我小时候念书的地方 我念书那个时候是过去第三中修 校长周邦道先生 他的别号叫慈光 我在同仁建一个慈光中修 纪念我的校长 我为什么这么做呢 今天学生对老师忘恩负义啊 我们怎样教导 尊思忠高 念念不忘思恩 我们做出形象给大家看 我接受方东北先生的教诲 我在方老师的家乡 安徽同城 同城只有一个中学 我给他建了一个东北 我给他建了一个东北 电脑教室 送他们学校一百台电脑 建一个电脑教室 纪念方东北老师 在山东济南 在山东济南 山东大学 我给他建一个 李炳南电脑教室 还要给他建立一个 这个对民众开放的一个阅览史 纪念李老师 教我书的老师 现在还有一位 还在人间 我逢年过节都问候啊 也都有供养啊 这是我在南京念书的时候 我的吉任老师 所以这一次我想到 我在南京母校里面 也建一个电脑教室 送一百台电脑 这个教室就用老师的名字 我老师叫图士泽 士泽电脑教室 尊死忠道 现在世纪人把这些事情忘掉了 所以这个世纪会有大灾难 不孝父母 不敬思长 这个社会成什么社会 我们看到现象 痛心的 我们全心全力想到统统要做到 在中国大陆建立学校 要希望政府帮助 上一次陈大使到这里访问我 我当面请求他 希望我这个几个愿望 能够让我赶快落实 现在这两个电脑教室 这一两个月当中就落实了 所以我们教的是什么 教中教校 社加牟尼佛说法四十九年 乃至 受放三师 一切祝福 为众生讲经说法 也不过是忠孝二字而已 这两个字 实在讲 认识的人 越来越少 能够做得到的人 更少了 所以我们要教 要努力地去讲解 深入地去讲解 还得要做给别人看 游涕这两个字 包括在校道里头 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特别要念出来 教我们行校的方法 校从哪里做起 从爱尽做起 从爱尽做起 尤体是对家人的 校这个字 在中国制造文字的原则 来说呢 它属于会议 这中国故事会讲六十五 六个原则 这个符号 是叫我们看到的 体会它的意思 上面是老 下面是子 和在一起 这叫校 这个意思很明显地 歧视我们 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 上一代还有上一代 下一代还有下一代 正是佛家所讲的 恒病射访 数穷三计 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是一个整体 这是这个符号 象征的意义 就是般若经山讲的 作法实相 我们平常在讲习里面所讲的 虚空发解一切众生的发心 这学里面讲的宇宇宙人生的本体 从这个认知里面 才真正伸出来 爱心 爱心 恭敬心 刚才我说的 真诚心 至善的心 波爱的心 无私 无条件帮助一切众生的心愿 都是从孝心里生出来的 你不认识 不懂 所以佛劝你发菩提心 你的菩提心永远发不出来 原因在哪里 你不了解这个道理 不了解四世真相 你的心怎么发 都没办法发出来 你不知道 虚空发解一切众生是自己 不晓得 真正明白了 知道了 菩提心自然发出来了 菩提心发出来 就是身心 大悲心 身心是好德好善 王阳明讲的良知良能 大悲心 大悲心是利益一切众生的心 没有条件的 不需求任何报酬的 所以佛从此的教育 一股的教育 不接受报酬 有报酬 人家怀疑 没有不需需求报酬 人家才尊敬 你叫我是真的 你叫无条件的 我们要向佛法兴旺 真正能拯救这个世界 我们要不认真向佛福尚学习 做不到 所以第一个 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 零根拔出 在过去留一点 你还能有点成就 在现在这个时代 留一点点都不行 时代不一样 也就是 我们面对这个环境 卧化到了极处 佛经上讲的 无着卧视 着卧到了极处 要不是以极清净的心 没有办法帮助这些 这些众生 我们面对着这些 佛家讲吧 你面对着要做的这些众生 比过去那个时代 要困难太多太多 所以我们今天在品德 学问智慧 善巧方便 如果不能超过古人 十倍以上 做不到 我们能不能超过古人呢 完全在自己一念 自己肯牺牲 就能超过 牺牲什么 牺牲的妄想分别执着 学期明文立养 五有六成 要把他学得干干净净 释迦摩尼佛当年在洛叶云 五个学生起家的 我们今天也不求多 能有五六个志同道合 就能把佛教再兴旺起来 要怎么做 学舍加牧尼佛 过最低水平的生活 余人无争 余事无求 过原始的生活 游化世界 就能受到效果 所以我们生到这个世界来 不是为自己 为苦难众生 死也为苦难众生 没有自己 没有自己 由于丝毫好的念头 为自己遮想 你是凡夫 你不是神人 你不是真佛弟子 金刚经上说的好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 众神像 受者像 极非菩萨 所以 要实力于思想 使自己的心 真正达到真诚 清净平正正确自卫 要真正做到 要真正做到 百分之百地做到 在外表 表演的 是真的看破放下 自在虽然 老师念佛 求生净土 这个是真佛弟子 这是真实教会 对自己 对众生 对社会 真实的教会 决定得祝福呼你 隆天善神 保佑 所以同学们 你们要努力 克服自己的烦恼吸气 在讲台上 两个小时盘腿做不到 那怎么行 拼命也不能做到 心清净的 心定的 就不难了 难还是在妄想度 还是在约望度 这个是大障碍 不但障碍修道 而且还把我们送到三土 送到地狱 所以爱与 嗜好 不能够不舍 要舍得干干净净 生活随远 绝不盘远 诸位在此地 学成之后 油画在世界 最好 能够恢复 透过 晚上去住 大树底下 住小帐篷就好了 现在帐篷的很考究 很轻巧 住帐篷 智慧开了 不要书本了 为众生讲经说法也不学预备 都丢得干干净净的 社加牧尼佛当年一本书都没有 孔老夫子也是一本书都没有 要这位干什么 所以现在好好地读 好好地读 一定要开悟 大彻大悟之后 自信里的智慧就是圆满的佛法 希望诸位同修要认真要努力 时间非常宝贵 一分一秒都不可以空过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一段